洋葱是一种常见的蔬菜 网络流传洋葱不剥皮 去头去尾切开后摆放在室内 就可以吸附病菌预防流感 这是真的吗 可能是它有一些辛辣的味道 那仿间可能就认为说 它有杀菌的功能 那其实洋葱摆久了 它也会腐烂 甚至会滋生去菌 所以说它应该对流感的预防 应该是没有具体的作用 流感病毒透过飞沫近距离传染 并非在空气中一直飘散 就算洋葱能吸附环境中的病毒 效果也十分有限 流感它是属于飞沫传染 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一个传染这样子 它不会就是说 散播到很遥远的距离这样子 大概在一两公尺左右 洋葱无法吸附病菌预防流感 但用吃的反而能提升抵抗力 它也含有植化素 其实很多的水果里面 都含有植化素 那含有植化素最主要是 可以增加你的抵抗力 那抵抗力如果多的话 像现在我们在流感的时期 也比较不容易感冒这样子 医师提醒预防流感最有效的方式 施施打流感疫苗 戴口罩 勤洗手 别再听信坊间不识传闻 大爱新闻 王一芳 张正龙 柴小娟 综合报导 我这就用了 我好看我